垃圾车时间一到就会和资源回收车一起开到社区的街道 让民众倒垃圾 不过副理乡民代表孙永诚就表示 清洁队车子等待时间太久 希望队员能够协助长者或是小孩子来倒垃圾 清洁队这回应因为三级警戒资源回收量是平常的两倍 所以说垃圾的时间停留比较久 造成民众等候会再进行调整 垃圾车时间一到就会跟资源回收车一起开到社区街道 让民众来倒垃圾 不过湘宁代表孙永诚就说了 民众等候清洁队车子太久 并且希望队员能够协助年长者或是小孩子来倒垃圾 关于有种的东西都是怎么样垃圾大包的 比较互相 我们都不是 像追来追去这样 这个是摆地板 清洁员我感觉到也是非常的认真 我亲自有看 因为垃圾车司机所以还是要等待一下 后面的回收车 因为回收车不像垃圾车 垃圾车的时候人员他是站在 后面嘛 随手可以接拿的就丢 可是回收车的设计他没有办法站在车后 他就是在车厢体或是坐在副驾驶座 要协助或到定点的时候他就下来办 这一上一下 时间上两台车一定会有落差 那没关系我回去之后跟我们 因为垃圾车的司机就是那一组的班长 组长 我在跟那个组长要请他加强一下 说这个车距就不要拉得那么长 还是要40的等候后方的自由回收车 清洁队则是回应 因为三级警戒资源回收量是平常的两倍 所以收垃圾时间停留比较久 会再跟驾驶说一定要一起等候回收车 再前往社区来收垃圾 造成民众等候这部分会再做调整 孙永诚接着也说因为疫情关系 清洁队也会再接到消毒 但是会有民众反应 自从消毒之后就会有许多的蟑螂出现 清洁队回应 因为使用的是漂白水稀释 有相当程度的消毒 请民众来减量 记者高松双复理箱采访报道 我解论我